诶 郭知诗选择的贼法木 对 郭知诗决而自己晓得 可能抗不太住 木师能抗得住吗 对 面对野猎 木师的话应该还是比较硬的 因为木师天生免伤是比较高的 嗯 猎人果然还是今天他们队伍里的两个猎人 最后一场比赛果然还是上的是JYH这个猎人 今晚他的表现比较好 对 确实是 嗯 我们看一看吧 不过 这个野猎木刚好打了两把这么激烈的比赛 估计现在手伸热乎着啊 看一看吧 郭知诗的名字变成了郭爪爪 贼法木 我们看贼法木这边第一波起手能不能抓到德 如果能抓到德的话我觉得这波起手会非常赚 应该抓不到 哇 这波被造出来了吗 哦 并没有 直接开始抖棚 门棍直接开始抖棚打了一波猎人 这一波门棍之后接个盲孔 接个盲孔之后接个盲 偷袭 盲孔这边如果还会能接上一个神结结个满羊吗 能接上吗 我似乎并没有直接被猎人拆了 崩飞 打断加崩飞 那这一波的话应该猎人没有什么大的危险了 那看反光看我们这边野猎木 打的是法师并没有选择击杀牧师 打一波法师 牧师这边没有吃到空直接选择给了法师一个鸭子 然后这边双方也没有大有压力 这边直接对 刚才 对吃过满羊 面倒忙了 刚才面倒忙了 他还比较 我吃吗 我那非常溜 但是这一波的话吃个满羊 接地减羊 猎人伤害拉过来 这些冰都并没有拉到 这三羊 我能有冰河吗 我直接给出 掉个鸭子 就是一个鸭子 但是这样的话 就结个满孔 满孔结束 鸭子结束的话 如果还能吃到一波地减的后续控的话 猎人这波的伤害会非常 一口直接顺发加满了 成功一下德 应该就倒了过去 不是好鸟这个盗贼 他做得非常漂亮 因为他这边每回都是双扣 这边偷了德 然后再锁猎人 然后或者剩猎人再打 这边做得非常好的 嗯 我觉得贼法 我觉得野链木这一波 似乎并没有打出很多自己的节奏 哦这边束缚 我这么搞得要冰 我居然这波化石的伤害这么高 一波束缚的时间直接打出冰 然后我们看盗贼这波 应该是黄灯了已经 然后这波黄灯怎么说 看是不是要打一波大伤害了 直接天降杀击一下来 但是法师好像似乎并没有 牧师的视角 给不上控 对 盗贼被一个单孔 我发现这个剃木 他总是没会单孔盗贼 哎 孔盗牧师 孔盗牧师看这一波法师的行动 法师选择要继续接控吗 哦并没有 这一波的话 那法师要被反打 吃个满兵 把那这个吹 这个放大 然后接着第二兵呢 果然 奥兵交出 但是奥兵谁被驱 哇 这个又被满地点吹 我这波如果出来加不起来 我就被 瓦子被吹起来 我这一波双方都交出进来 猎人也交威射 但是这边猎人的血量是能抬起来的 这边倒在被车个满口 这边法师血量非常优雅 并没有冰箱 然后这边牧师也没有压制 猎人的血量比15% 要死猎人 哇 no 直接是一个地前身然后打死了 我觉得双方的伤害非常熟 都是并没有说是吃到 非常一连串的很长久的控制 而是一波小控制 直接就进行了一波击杀 是的 伤害非常 他们这把这把盗贼是发挥非常好的 这把盗贼的话 基本上是这边贼法 因为发挥最好的 每一波都是双控啊 然后对 斑法师这边双控 然后让法师有更好的 那种环境下做出控制 嗯 但是这边剃目其实做的也不错 第一开始 那个他都是 已经能灭到这个 虽然灭了一个地减盲吧 但是也是不错 能灭到盲 这个也是很不容易了 因为但是毕竟 这个贼法确实 贼法目的话 他没有不能打治疗 这个面这个猎也就感觉有点难受 盗贼现在打野德 又比较克制野德 现在 嗯 这个盗贼现在是 比如说一个满事 这个德 还有猎都非常伤 就无论你打谁都挺伤的 确实是 郭志词选择了牧师 没有一个对对面打他的 我们说的恭喜一下我们郭志词吧 获得这今晚的最后一场比赛的第一场的胜利 终于证明了自己 是的 我们比赛进入第二场画面 落单轮废墟 看看这郭志词他们能不能一扫颓势 是吧 估计大一妈没了 时间已经到了 看他们能不能第二把 获得比赛胜利 不过 其实这现在他们打 其实已经对战局影响不大 因为两队猎成已经 都是以四胜的战绩 应该是出现了 嗯 对的 一个猎成墓 一个猎成散 我们看一看 这次 野猎墓能在这样的地图 能有怎样的表现吧 我觉得这个地图应该对野猎墓 是有优点 有点优势的 贼法墓没有柱子可归 但是这样的话 其实烈野墓也没有柱子可归 大家都不归吧 是不是 对 就不归 这样的话 小德化身那一波就有点凶了 感觉 对的 很容易把人造成比赛 我们看一看 比赛准备开始 现在开始 这边也是 闷到了牧师 直接剩了猎人 先打一波伤害 但是这边 好像伤害并不是很足 而且这边还凿了 这边小德 盗贼非常细啊 这边满毛牧师 看盗贼 但是被一个爆炸有点追不上了 这边来说 又接了一个偷袭 小德又锁猴猎人 我天 我这大三苦 对 但是这边 盗贼一个人真的是对对面压制太大了 然后在这边 郭志志直接教起了一个压制给了法师 法师这边 黑压应该是能化解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郭志志 而且 用的是这个 能量灌注 抬一波雪 哎 但这边法师有点失误啊 一个炸 一个还没行行 把牧师的二羊 这个满羊给炸醒了 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应该 法师也被打出冰箱了 法师直接选择一个 屁股 直接把法师爆出冰箱了 这个确实有点 法师刚刚那个不应该的 这边一个满肾 看怎么说 到这边也得直接开起广报 花生还没接受 打一波法师看有没有压力 但是这边好像德 并没有打出太大的压力来 感觉 郭志志这边加血还很稳 但是被一个满兵 郭志志选择交张解调 哦 这样的话这一波可能确实压力不是很大 但这边 吃到一个满口 吃到一个满羊 对 这个确实有点 你感觉这个空有点 嗯 跟的不是太好 你这个 猎人这边都满血都已经归好了 你这个后续空再跟上来的话 感觉意义都很大了就 这样的话 但是法师 去贼法木这边 感觉还有一些劣势 因为贼法木这边 状态都不是太好 这边圣结了牧师 看能不能接上羊 哦 并没有接上 但法师直接交起了二兵 因为这边郭志志也是被一个满 直接被打去掉 接个低减吹 看能不能报死法师 9% 郭志志一个盾 起来一个开视频 会接苦修 看能不能开片打断 加起来这一口 能不能加起来 啊 还不错 加起来了 那这个还可以 然后这边直接一个束缚接爆炸 满束缚过支持 这边法师很危险 接一个超地减兵带走 哇 我的天 这波伤害真的是非常高 超地减束缚加超地减兵 满束缚地减兵 确实是有点 哇这边 晓德的最高伤害 直接打了一个死咬 直接打了一个八万四 确实是有点吓人 这张图果然还是对他们有点压力 就是画师那一波对对面造成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对的没有太大的位置规避 这个法师第一开始有点 怎么说呀 法师这个伤害确实感觉有点太低了 而且法师感觉 不过虽然他被打嘛 而且法师就是被砍了 伤害不太好处 海明星星被砍了百分之二十 对 但是他有一个海明星星把那个什么给炸开了 对 把自己的羊给炸开一个满羊 嗯 这样的话就不是特别好打 因为毕竟你能空出来的次数不多 然后你还 自己把空打开的话 这样确实就不是很好打了 嗯对的 这张图我们看到选择了达拉然下水道 他们也选择了一张小图 但是这张小图确实有柱子 但我感觉不适合这个贼法木啊 因为怎么说呀 我觉得他们应该考虑打打 爆炸的话 对的爆炸对他们很不利 对在这张图在柱子里面一个爆炸 你感觉很难加到血 这确实不太好 感觉他们选择选的不是很好 应该选一个类似于虎居峰这种 这种柱子图是吧 或者是这个纳格兰当然已经不能选了 就选一个 虎居峰这一类的我感觉对他们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看吧 而且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贼法木这边 顾知池车道控制时间 确实是比这边猎野木 呃 车头还多 哎呀 我们看一看这把吧 贼法木这一波的先手 我看会怎么起吧 对 不过这个图的话 对于贼法木来说 法师小鸡羊这边猎野人有断 而且还有崩飞还有束缚 我觉得应该很难接上 我们看一下盗贼 这边 选择 我直接被炸弹飞了 这波先手又没有 这边 也得直接偷袭了 这边盗贼 并没有选择直接吹风 然后这边孔到了 直接打一波德 这边直接打一波德 但是打德这一波 升鞋道 后续升鞋道 同时给出鸭字 但这波羊并没有接上 这波鸭字应该也得没有什么大问题 盗贼直接开着斗篷硬追 解了一波缠绕 这边冰霜之鹤 但是并没有接上 还是没有接上羊 但是反观这边 这边 法师直接接到个满兵 法师直接一波被带走了 我的天 这个感觉 这冰箱是被断兵了吗 还是伤害报表 没有没有 没有伤害就是纯伤害 凶猛师也报了10万 我的天啊 这把牧师是有 还有技能 就双方都是有技能的 直接被秒了 应该是10万 还没怎么打 就是 我直接报了10万 报了10万 确实这个道小德的人品比较好 那我们恭喜一下 这个烈野木为了不落 就是开个上线 他们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但是我们也 有点可惜吧 就是因为他们这个 因为之前输的有点多 所以说 我们还是要再 跟观众说一下 今天获胜的两支出现 两支队伍吧 一个是 黄华薇薇小飞侠的烈成木 还有一个是 Lightweiss 还有 这个叫 天津烈 还有三文的这个烈成萨 嗯 那么 恭喜一下这两支队伍 然后明天呢 我们还会有 同样精彩比赛